Hello,我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我要用的眼影盘是2023年夏季TOMFORD出的烘焙质地三盘硬盘的G1益盘,也是我的最后一盘,41号Peach Down 这一盘的颜色呢,就是主打一个金橘色 有小红出的宝宝问我出了TOMFORD的40号和42号,为什么没有出41号的视频 那我今天就来换一盘41号,那如果你对这一盘TOMFORD Pitch Down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我已经把镜头拉近一点,那今天我要用的粉底液是这个Lisa Eldridge的Simbless Foundation 这个我还没有开封,我有试过,稍微试过在手臂上试过颜色,但是我还没有上脸 那今天就是我的first impression,我的色号是7号,这个7号我不知道上脸是如何 但是在手上的试色是非常接近的,它的瓶身是一个磨砂面的玻璃瓶,然后金色盖子 那它这个设计是没法站立的,它是像一个子弹头一样的包装 它只能这样平铺,然后放在盒子里的话就是可以站立了 那我不确定这个颜色 这样看这个颜色还OK 推开是这样子的,我的脸部已经上了防晒 这个7号在我脸上没有推开是这种颜色 看起来应该OK,那我来试一下 它的质地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轻薄,比较粘稠性的 我用个腰质把它先铺开一下 刚拿到最后分离叶的时候在手上设一下 当时它这个格纳感觉它是质地是比较稀疏的 我今天再试怎么感觉它有一点点creamy的质地的感觉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完全OK 不会太白也不会太深,刚刚好 涂上去有一点点氧化 我刚刚手上的粉底有一些残余 然后有一点点轻微的氧化 大概半个色号 不知道能看得到我之前挤的和刚刚挤的两个颜色 就差了一分钟吧 应该是有变化的 这个质地对中性和干性的肌肤还是蛮友好的 它不会太干它的质地 它应该是有一定包覆性的那种粉底液 这个是上完第一层的妆效 整体来说我近距离看它是一个非常 自然的一个粉底液 遮瑕力是中度 那我再上第二层 看看它是不是可以叠加的 在我皮肤泛红的位置和这个 鼻液两侧 我现在今天是B4用它 我还不确定是粉铺用它比较好 还是粉底刷还是Beauty Blender 这款粉底液是没有什么香味的 非常棒 然后涂在脸上也不会刺刺的 或有什么不好的不舒服的地方 整体来说它的触感还是偏creamy的 我看有其他博主分享它说它是一个非常轻薄的 但是我觉得轻薄不是它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说它上妆非常自然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主打轻薄的粉底液 看起来轻薄 涂上的脸呢 摸起来不是很轻薄 触感不是很轻薄 那我第二遍没有加额头 我只加了两家泛红的位置和肤色不均的位置 那我近距离看 这款是非常自然的 完全可以叠加 这个妆感我是非常喜欢的 它非常像Dior的Backstage的粉底液 Backstage的粉底液 Backstage的粉底液 就在我旁边 Backstage的粉底液呢 它就是主打自然的 但是这个流动性非常强 它比这个Lisa Eldridge的粉底液更稀疏更轻薄 更稀疏更轻薄 这个会比较有点creamy的状态 这个就是比较流动性强 但是它们的妆感是非常非常像的 都是那种偏自然的 不会过度把皮肤抛光的 然后保留一些皮肤原有的纹理 肉也看是非常健康非常漂亮的一款粉底液 对我来说我这个敏感肌完全 现在是没有任何不舒服或紧绷 刺刺蜡都没有 然后它也是无香味的 现在来看这款粉底液 应该是百分之百符合我 对于一款粉底液的要求 那现在换个眉毛马上回来 今天的bronzer我会用sade这一个 那我把这个包裹拆开 里面有一个sade bronzer 里面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bronzer 一个是concealer 那我先用 这个颜色是fair bronze 这个包装是这样 哦 这个颜色是我喜欢的 那我用这把bk111 哦它很浅 我买的是最浅的色号 这个真的很浅 嗯它是neutral的 它是偏棕 有一点点粉棕 不是偏黄偏土的 它还带一点点粉调 红棕调有一点 嗯它有红棕调 可以看得出来和其他的bronzer比 这个是偏红棕的 嗯这个味道还不错 淡淡的非常淡非常淡 这样才能闻得到 那非常容易晕染开 质地超级creamy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好看 可以完美的融进皮肤里 这个bronzer和nars的 膏状的bronzer非常像 好看 腮红今天会用这个 Giorgio Armani的 这个很小颗很cute的腮红 我的色号是50号 我觉得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和今天的眼影 应该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腮红里面是带shiller的 它是偏一个coral粉橘色 有闪在里面 我刚刚在这边加了一点 这个腮红非常的显色 我在占据的时候 没有占的非常多 就大概两下吧 就能达到这种饱和度 真的很显色 我觉得这个珊瑚在阳光底下 应该是非常好看的 它里面有golden shine 那在不同的折射光下面 看它会反射出不同的光泽 非常的美 那口红今天就这款Gucci的小碎花的 我的颜色是215 它是一个非常淡的一个肉橘色 偏螺的肉橘色 这口红就有一点点微微的偏橘 鱼涂起来也是非常的活泼可爱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用这个tumball的眼影了 那我首先用这个refer的 暈染刷15号 在上眼皮稍微大面积评估一下 把它暈染开 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在我眼睛上就是 比较相近的颜色 它是一个蜜桃的颜色 然后这个深浅也不会太深 我觉得41号pitch down是 这三盘里最好画的一盘 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相近 它的反差没有特别大 然后再用这一个稍微深点的橘棕色 去在眼尾加深 去在眼尾加深 就是都是同一色系的 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颜色的跨度 所以就 只能做一个渐变的颜色 就更加容易上手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会用一把Sonia G的小的暈染刷 这个是 mini booster 然后去蘸这个橘红色 然后去蘸这个红色 橘红色 画在我的眼尾 上眼尾做一个加深 做一个层次 然后延伸到下眼角 再往前面稍微 给我的眼睛消消肿 就放心大胆地加深吧 这个不会掉粉 超级好晕染 再怎么加深 它的颜色的深浅 就这么深 也不会加多少次 也不会太深 接下来我用这个Sonia G的 Worker Pro的刷子 去上这个金色 然后上在我的眼头 这个颜色就是非常非常金黄的颜色 这个颜色一上完 它就变成了一个 整体的妆容就变成了一个金橘色 夏天 这一盘我最喜欢的就是 我现在上的这个金色 它是这一盘的点金之笔 现在我先拿一把小的刷子 Rifer的13号 然后我来沾这个一开始的打底色 最后我用这个Rifer的03号 非常小的一个铅笔刷 去上这个金色 再眼头加一下 提亮一下 最后把这个边界 运软开一点 让它自然过渡一下 那我的眼影部分就画好了 先带着睫毛 我就马上回来 现在我的妆容就完成了 那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一盘 TOMFORD的41号 它给我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火锅 非常有朝气 非常夏天的一个配色 我觉得TOMFORD的眼影配色有个特点 就是无论它是深啊 还是浅啊 亮啊 还是暗啊 它画上去 无论你在眼影盘看上去是什么感觉 它画上去绝对不会幼稚 即使是这种非常青春有朝气的眼影盘 画在脸上 它不会是一个特别像小朋友玩的那种 teenager玩的那种眼妆 它还是给我一个非常有质感 非常高级的一个妆容 它的粉质就是真的很棒 这三盘不用说了 约染超级无敌快 约染的非常的均匀 那2023年的TOMFORD的三环眼影 我都review完成啦 希望对你有点点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给我点赞 如果你对最新最热的每周产品感兴趣 请你关注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 Bye